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本期是100个世界未解之谜第二期 这次我给大家讲一个连接了斯里兰卡与印度之间的跨海大桥的故事 在2002年 NASA的一位宇航员在航天器经过印度洋宝克海峡的时候 也许是跟我一样觉得这个景色太美了 也就绝了 于是拍下了这张照片并公布在了NASA的网站上 随后掀起了轩然大波 原来在印度的著名史诗Ramayana中就提到了这样一座桥 相传印度的罗魔王府为了救出被斯里兰卡魔王拉瓦娜谷走的妻子西塔 请求神侯潘鲁曼相助 组建了一支猴子大军 猴子军只花了五天五夜的时间就搬来石头建造了罗魔桥 只从斯里兰卡 罗魔最终打败了拉瓦娜救回埃琪 而罗魔生活的年代据说应该是距今175万年前 咱们人类历史中很有名的一个南方古原祖先Lucy 大概是生活在320万年前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神侯哈努曼 据说是神的儿子 但是是猴子的样子 说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联想到咱们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据说孙悟空的创作原型就是哈努曼 既然传说中这座桥是猴子建成的 就当它是人工桥吧 可是这座桥有30英里长 也就是48公里长 咱们中国的郊澳世界第一跨海大桥 诸岗澳大桥全长55公里 可是主桥的部分也只有29.6公里长 这可是截止到2018年底 人类建造的最长的跨海大桥了 那么这个罗魔桥到底是人造物 还是自然形成的呢 科学家们又对组成这座桥的岩石 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咱们大家先来看一段视频 Namaste dear friends this is Ahuratra visited Rameshwara but found him fantastic after looking at this stone see this is a miraculous stone which was used for the bridge of Rama constructed by an architect called Nala Nala Nila our brothers according to Ramayana they are Vanaras see let us lift this stone oh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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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heavy very heavy ma you come and test it see such an heavy stone is floating in the waters this is not a pumic stone as you imagine which you used at your bathroom this is a fantastic ancient fossilated stone like 视频中可以看到的就是当地的岩石 这些岩石是可以漂浮的 据分析是火山喷发形成的 因为其中有空洞 所以可以漂浮 但是奇怪的是 在这个地区周围并没有发现任何的火山或火山活动 这些岩石的下面是长长的沙洲 科学家们对于岩石和下面的沙洲都进行了年代分析 测出来的结果令人非常惊讶 岩石的年代远比下面的沙洲要久远的多 它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产物 那么这座罗摩桥会不会又是另一个史前文明 拥有比我们现代人更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证明 还是另一个外星人曾造访地球 并在此建造了大规模沟通的例子呢 各位观众老爷们绝对是哪种情况 请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或者您想要看到哪些关于未解之逼的故事 也可以留言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尽可能的搜集资料 并做成视频增向给大家 这个故事还有新的进展 在2005年印度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 希望在海峡之间开辟出一条运河来 导致印度的宗教学家都分身反对 希望不要破坏了罗摩桥的自然景观 幸好目前这个运河的计划仍未执行 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器官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 下一期我们会讲一个关于英国的51区的故事 期待您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订阅并分享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